25岁的银亮级泰拳世界冠军铁人罗唐比吉姆昂农 Rotan Jitmjolnan因为下背部受伤退出欧 Annie巅峰系列赛8与银亮级踢拳世界冠军扫踢机器苏伯克 SuperLacted Mujo的踢拳世界冠军赛 很多人担心这会影响他在5月6日One巅峰系列赛时终于墨西 歌泰拳冠军埃德加比塔巴雷斯Edgar Taubaras的比赛 令人欣慰的是罗唐的名字依旧在战卡之中 如今他有了更大的战斗动力 不仅为了自己的冠军荣誉而战 更是为了家庭而战 在1月14日One格斗夜6T拳赛中 罗唐凭借惊人的抗打能力和强有力的拳腿 三回合击败以海菲英吉夺伊布 拿到职业生涯的第270场胜利 之后他就与爱达比卢塞孔丁Aida Luxey Kondin结婚 罗唐首次公开谈及自己这段恋情 我在2020年遇到了爱达 一开始我们通过短信聊天 越来越亲密 直到我们开始约会 虽然我们也曾经因为不够了解对方而短暂分手 但当我们都成熟了 重新开始并决定结婚 在两年多的时间中 罗唐没有因为恋爱而影响自己的禁忌状态 尽管他在与大力鼠迪米崔斯比约汉逊 Dimedrio As Johnson的泰拳MMA大乱斗中被裸脚降服 但在泰拳和踢拳赛场 铁人势不可挡 作为营量级最具统治力的世界冠军 罗唐已经四次成功未免 在踢拳赛场拿到了世界冠军挑战权 如果不是因为受伤 他已经冲击营量级双冠王的梦想了 结婚之后 罗唐规划了自己未来的发展计划 我一直想成家立业 因为我不会永远年轻 我已经在拳台打了很久 独自战斗感到疲惫 我不可能生活中永远只有战斗 我在擂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希望能一家人幸福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罗唐要放弃自己的事业 相反家人会支撑 他在搏迹道路上走得更远 我想要孩子一家其乐融融 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环境 如果可能的话 我准备打造自己的拳馆 我献 再有了家庭 我必须有更大的决心 我心中的目标 就是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我想让他们把爸爸当成偶像